被称为世界之最八树一决的博人玄关 位于宜宾市境内的南边 拱县 新闻 军联等县境内均有分布 我国古代的南方民族中 百岳 甘岳 辽人 博人民族都有玄关藏的习俗 博人一子施建于律师春秋 主要指聚居在地处川南边陲地拱县的少数民族 博人以彪汉 善骑 勇武 善战著称 周朝时因驻武王法祖有功 被称封为博侯 率先在乌军的西南建立了博侯国 这条就是博岛 也就是乌齿岛 乌齿岛的话这地方叫博岛 后来在清朝的时候才把它拓展为了乌齿岛 乌齿岛就是因为它有五十块 五十块 明昌时代驻书法祖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记载了 也有记载 就是说当时我们这博人族的首领 曾经就是通过这个道带着它的部族 然后去参加法祖的大战争 法祖之后 生活在西南满移腹地的博人部族 终于有了自己的后果 在宜兵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部族越来越繁盛 他们常以渔猎 种植发达 博稻荔枝 葡萄 文明于世 在今天看来 博文化十分独特 有以玄关为代表的神秘文化 随力千载 令人不解 他们为什么要把死者的棺材 放在高高悬崖峭壁之上 他们又是如何把棺材运上去的 由于在明朝万里年1573年 博人被明朝十四万大军绞杀殆尽 整个部族不复存在 关于博人部族 以及他们神秘的玄关的疑问 至今难以解开 现在的我们只知道 曾经有过博人部族生活在川南 而专家通过开启玄关展开研究 发现了一个与哪吒有关的 有意思的现象 根据之前的时候 从博人玄关里面 开启出来的博人的佛饰上面 考证 就是觉得有可能的话 这个蜡蜡就是根据 这个博人的 博人的术草 因为博人的摔取的佛饰 和蜡蜡的佛饰是相同的 哪吒的形象一直让人印象深刻 朝天一束头发 系一条红肚兜 它的外在形象 竟然有一个已经消失了的 博人部族小暗和 这一发现令人吃惊 那么如果说哪吒形象来源于博人 又会是博人部族的什么人呢 之前的是博人有 有一支队伍就是参与了伐咒的 当时的部落是由首领带领的 那么可能这个首领就是 罗杂的一个原形 商朝末年 咒王受打击蛊惑 见九十肉灵 欢饮达旦 又残暴荒淫 滥用酷刑杀人无数 咒王的无道 激起人民的反抗 咒王趁机发动诸侯伐咒 约公元前 1130年左右 江子牙为最高军事统帅 带领 卢 雍 彭 朴 鼠 枪 威 矛等部族联军 4.5万人 与商朝17万军队 大战于墓业 西南博人部族首领 积极响应灭商大战 视为西州联军先锋 在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宜宾 哪吒非物质文化专家 通过研究武王伐咒这段历史 因而推断 哪吒的原形 可能是伯仁部族首领 以前写这个风神演义的这个作者 它是根据参照宜宾的 这样的一些景点 和比如说哪吒 陈塘关等等 伐咒的这些情况 它融入到它的小说里边 写了一个风神演义 那么这些里面的这个 这个人物的原型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样的一个人